花蓮市公所为让市民们更加了解佐藏公园的未来发展 以及花蓮县文化局对于火葬场去留的规划 三号晚间特地在四围高中礼堂办理座谈会 希望能透过集思广义 持续朝佐藏都会公园的愿景蓝图向前迈进 为在于花蓮市国庆礼的佐藏公园 全身为佐藏公墓A区 历经多年作业已经在去年完成全区千丈 经由环境景观绿美化后 成为不少运动赛事举办的场地 花蓮市公所为了让市民更加了解佐藏公园的未来发展 以及花蓮县文化局对于火葬场去留的规划 三号晚间特别在四围高中礼堂办理座谈会 那也想要听听我们附近 包括我们国庆礼国庆礼国府等等 以及我们后阵周边的居民的一些意见 那我想我们目前由 花蓮市公所我们的殡葬所这边有整理了 9.7公顷的这个A区的这个地方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作为有一些园区的一些运用 包括我们在可能球类的运动 可能是一些场所 那还有一些可能一些 包括木球啊等等的各种的一些运动事项的 场所都可以在佐藏这边来进行 那今天特别再次的邀请 三里的里长以及我们周边的所有居民 听听大家的意见 那未来如何规划 如何向中央跟我们县政府争取经费 那目前就是听大家的意见来做一个整理 花蓮市佐藏公园目前占地面积广达9.7公顷 施工所将于112年底办理佐藏公墓BC区前占公告 并已陆续进行前占起决作业 未来全区将占地13.2公顷 开发活化的可塑性高 期盼能打造佐藏都会公园形态 兼具环保、运动、休闲、教育、生态和艺术、防灾等功能 而施工所也将持续广纳民意 翻转佐藏公墓就有印象 进而带动花蓮市西班部的发展 记者许立琴、花蓮市报导